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尽最后一份努力拯救杨伟光 今天下午一点半患有忧郁症的母亲 在杨伟光的姐姐和妹妹的陪同下 走出吉隆坡连家机场 跟律师饶赵颖和龙雪华堂民权委员会秘书陈慧君会合 准备出席接下来一系列声援杨伟光的活动 这是杨伟光的家人为了为杨伟光请命 第一次从沙巴飞到吉隆坡 之后他们便会在8月22号前往新加坡 寻求新加坡政府特赦杨伟光做最后努力 杨伟光的家人还带来了刚刚收到的家书 伟光在信中除了描述自己对佛法的领悟 也希望家人能好好的生活 我手上的这一封信是杨伟光在4月23号写给他的家人的信 他的家人跟我说杨伟光写了很多的信给他们 已经不知道是第几封了 当然大家都希望这封信不是最后一封 NTV7许国荣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